今天我来到了为于茂山菜市场的一家店铺 这家店铺里面卖的东西在这几天非常的抢手 这是我们清明时节的传统美食清明果 4月1号距离清明节还有三天的时间 柳城街道茂山村菜市场 黄青镇无数艳夫妇的硅果店铺依旧要超市营业 下午4点他们还在赶制当天订单上的第5批清明果 制作清明果从果皮开始不同于普通的米果 清明果的果皮中加入了一种名为熟曲的青草 熟曲草长白色绒毛开黄花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 不少地区的人们都喜欢将它做成美食 那个熟曲草就是就到那个田园里面去摘 就摘过来一晒晒两三天 大概有大太阳的时候就晒两三天晒干了 手摸起来有那个卡卡的声音 说酥酥的那种声音就算晾干了 晒干了回来我们要提前泡 泡好再下去煮 煮熟了煮烂了 再洗两三遍 两三遍来我们要去压 混碎 混碎好了 至于煮那个油了 那个糖了 煮那个糖水给它搅拌 熟曲草的处理最是费功夫 要经过挑减晒干浸泡煮熟搅碎拌油拌糖等六七道工序 与之同时进行的是糯米的加工 提前泡好那个糯米把它泡好了 那个糯米还要去压碎 压碎然后再跟那个奇葱草这些下来搅拌 搅拌搅好了我们就拿来包这个皮 通常黄青镇吴书院夫妇所做的清明果 馅料是绿豆沙馅 然后那个馅我们就要 也是要提前泡好 那个绿豆 纯绿豆要提前泡好 泡好了再去蒸 蒸烂了 蒸熟了 再给它压碎 压碎再煮那个糖水 我们用的都是那个白砂糖了 下去煮 煮糖水搅拌 搅好了 在最后再捏一个一个的 再来过来包 除了甜馅也可以将绿豆沙加葱头油 做成咸馅 今年来咸馅的清明果更受人欢迎 此外也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喜好 制作菜谱等不同的馅料 包清明果时将一小块果皮捏成碗形 包入馅料搓成球状 再以龙眼叶裹住 入体蒸熟 早前清明果大多是由枫叶包裹 但枫叶较薄 蒸好后不好打开 近年来龙眼叶逐渐取代了枫叶 看起来比较环保 比较好看 看起来比较干净 蒸大概都要蒸三四十分钟 时间一到揭开锅盖 蒸汽滚滚生腾 青草甜香的扑鼻而来 便露出一个墨绿色的清明果 这个清明果呢 它的皮非常的软硬 然后它的馅是那个咸绿豆沙馅 因为是咸的 所以说吃起来都非常的甜腻 然后呢整个口感也非常的好 焦 杀 阿 阿